人褶眉要衣!日本女魔看演唱会顾着自拍,激怒Bruno Mars丢她毛巾。她还超兴奋自以为收到礼物。 Bruno与其欲献开四场骚钧爆满,更有大批名人红星捧场。 美国男歌手Bruno Mars现时正举行24K魔幻世界巡回演唱会全球巡演,她日前则与日本联开四场秀,不过,最后一场却发声Bruno被观众激怒事件。 美国男歌手Bruno Mars日前与日本开骚,但却遇上不愉快事件。 图片来源,Sing South。 Motor野奇萌香不听劝,在台下自拍,录影,让她气到把毛巾丢到台下,野奇萌香的IG更因此被网民贯爆,关闭留言功能。 野奇萌香为日本旗域线Super Arena其中一场演出的观众,站在最前面和有人开心随着音乐摇摆,中间拿出手机被对舞台自拍。 Bruno Mars看到后便自止,见他没有反应,便将毛巾砸向他,要他把手机收起来,没想到他误以为这是偶像送的礼物。 之后兴奋地将画面上传到IG的现实动态,如此举动引来网民贪罚。 据报道,野奇萌香为日本演员高梁建吴的女友,拥有甜美外形的她经常出现在各大时尚杂志和电视广告,社群网站上有许多工作测拍和穿搭照,成为许多女孩模仿的对象。 没想到她在Bruno Mars演唱会上的举动导致形象受挫,IG已经无法留言。 Bruno Mars其实已经不是第一次公开表示自己不喜欢观众在看演出时录名拍照,曾经在台上怒标脏话,要违反规定的粉丝把手机收起来, 因为她希望歌迷在台下尽情享受自己的表演,和她互动,而不是把注意力放在小小的荧幕上,不能专心观赏。